日前,南派三叔微博自爆出轨的消息引发一连串的化学反应,三叔扫称其精神分离症导致逻辑混乱,三叔接着说闹剧收场,生活继续,之后又连发数条微博,自接窗疤展分离人格。 4月19日,南派三叔的父亲戴尔发微博说道,徐磊经过家人的劝解已经决定接受住院治疗,为了避免媒体骚扰,暂时不会公开住院的城市和医院名称,对于我们来说,他永远是徐磊而不是南派三叔。 对此,三叔扫昨日发布了一条长微博称,他的脾气很好,平时很迁就我,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个胖子,我没有在最早的时候发现他的抑郁是我的失职。 更坦言,他曾经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,他就是南派三叔的老婆。 近日,咒骂声不绝于耳的疑似小三苍月也转发微博,祝愿三叔早日康复。 关于戏谑三叔嫂千求一说,他表示这是媒体恶意挑拨,也是自己言行失道,希望三叔家一切安好。 然而有很多网友对祝愿一事心存质疑,三叔父亲带其发微博的举动引发不少网友的猜测。 有网友认为,三叔上午还在更新微博与粉丝互动,否认不是炒作,自我调侃炒作没必要炒焦自己,又不是茶叶。 咱们最后一条告别的微博不是自己发的,需要父亲带劳。 当然,三叔父的微博收获最多的还是祝福生,所有人无一例外的都表达了对三叔的祝福之情,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。 事到如此也该收场了,优酷娱乐部报整理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